最新的数据显示 我国受雇居民的家庭每月收入中位数去年增加6.1% 但受高通胀影响 实际收入只增加了0.2% 一起来看记者陈思璇的报道 统计局发布的住户收入主要趋势报告显示 去年受雇居民住户的中位数收入从2021年的9520元增加到去年的1099元 如果将通货膨胀考虑在内 实际收入增长只有0.2% 除了收入最高10%的家庭以外 其他收入阶层的受雇居民住户 人均工作收入在去年都取得实际增长 增幅介于1.1%到10.1% 在政府转移方面 去年所有家庭每名成员平均获得5765元的津贴 比前年多了500元 这主要是因为政府在去年推出多项一次性援助措施 来协助国人应付消费罪调高和生活费高涨的情况